这样的阶段 这样的筹码量 遇到这样的手哭了是非常开心的 AA对圈圈 目前拥有73左右的胜率 啊噢 那这个上次我们也看见圈圈击败了AA 也是昨天发生的事件 但还算可以 他现在有任何K 任何A 这转牌非常不幸 对Giwanda的Alt几乎都没有了 那这边Giwanda只有两张A可以救他 不幸我们这里淘汰了JJ GG JJ 然后我们现在赛场还剩7位玩家 我们接下来就是进入休息时间 大概差不多30分钟我们再回来 给大家做直播 然后呢大家不要走开 我们会帮你们播放精彩的牌举 一些精彩的牌举 对 稍后更精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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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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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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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这里BONOMO从FASH2013身上成功的翻倍 那如果你对短牌是有研究的话 在这边是Easy Call 对不对 Easy Call 因为短牌是一个你不能被剥削太多的游戏 你需要用你的强权益的牌去跟人家的强权益的牌去对撞 对 All in 那他最后选择做了对的决定也就是All in 好了 现在目前我们的97天顺是领先 但任何的六八十七圈出现的话 对他来说都是直接宣布他Join战 对 那也就是非常多的outs 对 非常非常多 可以说整整半副牌多都是他的outs 甚至超过半副牌 直接到了 哇 你看这个买顺是多强 他这边转牌马上买到了Train High的顺 目前我们cheap leader是cover两家 如果合牌不出攻队的话 那么他将直接收掉两家成为超级cheap leader 看看这时候大拳玉宇的酷勒对撞 谁能笑到最后 哦 他成功的顶住 好 我看见昨天这个玉宇他也圈圈对上A的时候 在合牌的时候也击中了他的顺那时候 合杀 对 合杀 那今天他的运气也非常好 一如既往的好 一如既往的好 对 然后这桌我们本来是四位玩家 他淘汰了两位玩家 直接 直接一概拆桌了 这个下注的话 目前持住比是1比1对于Fish2013来说 应该可以很轻易的选择Race20拳下 他要自己继续跟住吗 他要自己继续跟住吗 那他这里在看到这样的合牌情况下 只能继续过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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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玩家都是抵顺 博特姆现在思考的是对手的范围里面有没有90这手牌 他继续选择Value Bet 他这里做了一个15万的鸡拍下注 我们看见Fish他一直会好好地思考每一手牌 他思考时间也一般比别的玩家都多 Fish2013是我在高额桌见过思考时间最稳定 最稳定最长的玩家之一 也是因为他可以好好的很周到的思考 也让他在合拍的时候做出一些很好的决定 那么看见这边大家都是顺子 然后就是一个超炮 分钱 智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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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住15万 Labado在这边 深深的思考要不要他一对齐跟住呢 我看見flop出來AA6 那這邊Trying Lin選擇下注15萬用K High的牌 那我們已經說過了他是一個打打比較激進的玩家 他這邊繼續下注 利用位置又是下注15萬 讓Greenwood展示領先的牌起掉了 順利拿下底池 我們可以看一下剛剛那手牌 如果Greenwood是在後手35萬的籌碼的話能不能跟住 目前牌裡面那麼強 特別是99-10這樣子的牌力幾乎只等於長牌裡面6677的樣子 對但是他們呢也會看見跟住一些AAKK這種牌也是做一個balance 就是不管是好牌或者就是比較邊緣的牌 他們都是做一樣的動作就是跟住 當你在前置位的跟住換範圍裡面混合了你的一些top range之後 後置位玩家對你的squeeze擠壓就會冒一定的風險 在前置位 Limp top range也是為了保護你的link range 因為你不可能總是拿到好牌 但你也不能讓對手知道你一直在前置位用岔牌去link 你必須讓對手知道你的範圍裡面擁有很多很多他們意想不到的東西 這裡目前可以看到POSE拿到了K8高低兩隊 有40%的權益 在18萬的底池裡面下了6萬 正好是三分之一 在18萬的底池裡面下了6萬 正好是三分之一 POSE用高低兩隊選擇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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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LAM这里有一个卡钩的剩子 他的筹码量非常的健康 面对一个这样的小柱 他可能选择进去 因为他卡到钩的话 两家玩家的支付能力是非常强的 那这边转牌出来个A 这边BEN LAM他现在中了顶队 但这张A面对两家的范围 在多人底池又没有位置优势的情况下 并不是很好 对他来说他宁愿看到一张钩 因为这张A虽然给他带来了顶队 但是这是一张软奥 在提升他的牌力的同时 也有大概率提升两位玩家对手的牌力 那这边我们看见BEN LAM 他选择了做一个零打 他下注17万 这手下注彰显了非常强的牌力 由于他是在前置位选择check call 在tend上掉了惊悚张的情况下 跳出来领先下注 代表的牌力是其实比他手上的A10要强一些 要强很多 所以BEN LAM 弃掉了已经落后的K钩 对 然后呢 这边也会让Paul发觉了他的K8 两队 有可能是不是比他的手牌小了 对 因为当这张A出现的时候 对手的范围里面有可能 有击中很多很多的两队 对 H&AK也有可能 甚至是顺子 因为LAM的范围里面很有可能是有石钩这手牌 在flop做一个check call 可以把这里选择了跟住 这里是被前置位的DUNK是封锁了行动 那我们看一下BEN LAM 这里可以继续下注吗 如果他选择下注的话 我觉得他是可以打走Paul发的 有一定概率 但如果他这里选择check的话 Paul应该是在后支位也会选择check 也是会选择check 因为他在turn上的Lead 其实也有一个freeze action的意义在 他在turn上的下注代表的排力范围 逼的Paul在后卫可能在合牌也不能下注了 果然选择了check check 所以LAM在turn上的下注下了一个比较对手一定的七排率 来弥补自己在合牌听牌不足的赢率 Greenwood总是在前置位拿到这样子的 好这里他选择了All-In 有十四万五千的几分牌 但All-In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难受 因为他看不到后面人的任何动作 而且他由于他 Oh Ouch 这边 撞到一手 撞到一手被主导的牌 我们也说过就是HN在这里最不想看到的 也就是AK是其中一手牌了 对 Greenwood非常的难受 因为如果即使他是在后卫 squeezeAll-In的话至少底池里的死前还会更多一点 他前卫暴露了牌力 那么这个时候能call上来的牌 基本上是不会比他小的 他现在只能期待是一个flip 并没有 我们今天有看见HN跟AK 跑了个球 那我们看Greenwood在这边会不会一样的幸运呢 A圈杂色对上AK 哇哦 直接转 dead 这是一首梦幻Vlog 对于AK而言 射手牌实在有点强的 该知道自己一定是大了 因为对手范围里这里的A勾是一定会继续开枪 去抓取他勾的价值 下了一个20万的注码 那这里K10应该是很难call了 因为K10知道面对这样子一个下注你能赢的只有bluff K10在对手的value范围里面是基本没有赢牌的 他现在考虑的就是是否是选择抓击 因为他知道对手的水平以及筹码量是完全有能力在合牌做出这样子一个操作 因为他在合牌的过牌彰显示了他没有勾 没有A勾 甚至小概率有勾 那么对手面对一个 在这样子的排面上 在这样子的排面上 单张成顺的排面上 面对一个对手被封顶的顺子减的排力 是否会用两对激进的value呢 他还在考虑 已经经过了两分钟 选择了跟注 他选择抓击 抓击失败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chip leader又成功的up了43万5千的筹码 来到650万 等他围盘 fair If you like to use your phone you need to step away from stepping away OK 底池里面30万 两位后手是 分别是100万和140万 那这个转牌出来 是让Bonnomer卖下来的一个牌 也是他比较怕的 一牌 因为呢Benefield在这边 他有可能是在买花 这就是位置的优势 拥有更强牌力的玩家 在前置位只能选择 更保守的打法 以防由于位置而被剥削 他AA这里一定是选择check call 但是我们也知道 就是在短牌里面 买花就是也很困难 对 所以我们 他这里依然能赢对手的很多组合 类似他手上的K圈 对 赢很多的顶队 也很多的赢很多的bluff 赢一些圈时 但是如果他AA主动dunk出去 然后被遭遇race回来的话 会非常难受 对会非常难受 甚至很多时候会fall掉 那这边核牌又出了一张美花 在这种情况下 两家玩家都没有微微花 对 如果bonomer过牌的话 Benefield他会选择下注吗 呃 这个时候当两家玩家都在惊悚面的时候 那么 后这位玩家的优势会非常非常大 就看他愿不愿意开出这一枪 如果bonomer在前卫选择过牌 那么他应该是扛不住对手的第三枪 那这边bottomer他是在考虑做个blocking bed吗 他自己看了一下筹码 他应该要做一个大的下注 漂亮 他下注了40万 对 因为他不能在这里下小注 下小注的话 呃 看上去像是一个VVL对手 会拿很多的梅花去开了他 这就是一个啊 对 但实际上这些面上你会发现 呃 当你打出去的时候 对手能call你的东西也非常少 嗯 甚至刚刚的面上呃 有一些小的梅花也剩 call 基本call不住40万的bet 对手能call住你的整副牌 可能就只有那么一两张牌 对 就是草花A和草花K 对 因为他打了一个三分之二的这种 这边我们看见 John Juwanda在Hijack会拿了54万 积分牌all-in 但是不幸的是 Paul Foix在前卫跟住的是A圈 嗯 然后我们看见这边Paul Foix 他会不会用A圈call呢 他call A's 10-30 这是捏 智 paid 这说她 hardware neu 炸 对 Juana 非常么幼默 嗯 因为宠宠 lights 对 我们可以看见 它的淡 mon 然后她没有选择 我只能去选择这样子游戏这手牌 也的确已经到了范围 22个Big Blind不到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见 还是有一半的Chop率 评分是33% 那这边转牌 我们可以看见John Juanda 对他可以有买花的机会了 7 Arks to win I take a Chop now 5 5 Chop 6 Cats Chop Black One Whoa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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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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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 6 7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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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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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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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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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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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这边 现在暂时是63个前注 187万的积分牌 然后下位是David Benefield 37个前注 111万的积分牌 那这里他下家是来自马来西亚的Trying Link 48个前注 142万5千积分牌 那这也是我们25万买路的短牌决赛周 目前所有的玩家都已经入前圈 排在奖励圈最后一名的是Junge Wanda 刚刚被淘汰在第8名 是口袋队A碰到了BONOMO的口袋队圈 那这里我们看见Benefield在装位选择打All-In 那暂时现在我们没有看见他们的底牌显示 Benefield在装位选择打到BONOMO的准备 Benefield顺利拿下了底池 Benefield在装位选择打到BONOMO的准备 134万5千的积分牌 下一位是Sergei Lebedev 他是有74个前注 222万的准备牌 现在目前级别是3万6万 然后军马应该是60多个前注 应该是接近190万的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短牌跟长牌的策略不太一样 短牌会在前置位Limp很多的牌 尽量去用最小的代价看到底池 看到flop 而在CO位以及装位的玩家 如果拿到一手强牌的话 大概率会在翻前做一个squeeze挤压 可以看到这手牌 中文童四五十拿到了非常好的一个flop 两头买顺 并且有一个 铜花抽牌 我们看见这里Ben Lam 他呛口味 继续下注 16万几分牌 这次选择跟注 那九七是千亿的负牌 来到单挑几尺 然后转排出来A 转排一张Repeater A 目前这样A在两位玩家的范围里面是更贴近于Lam 但Lam这里选择前卫 好 两家都check打得非常的稳 打到了铜花顺 我们也第一次看见铜花顺 可惜对手这里支付能力并不强 对 只有K-high的牌 还好 这里Trumpton送在后卫 Lam在前卫 在只拥有K-high的情况下 是否会考虑偷吃 他根本不知道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对手手里的牌是大到让他难以想象 那Ben Lam他在这边 他拿起了筹码 希望就是Trumpton上是有一个什么K-10啊 K-10这种高时的这种牌 他可以 在62万的底池里面下注30万 半持不到 对 他希望就是对手有一个10可以弃掉 但是呢他不知道的是Trumpton上在这边 他是红花顺 对 然后选择打all-in 对打负 红花顺鸟玻璃 拼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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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 强口为Levadev 他拿到19 选择棋牌 然后接下来是Bonnomer 狗八 那也棋牌了 我们看见这边 马来西亚的Wei Xiang 他在这边拿到AA一对 非常不错的牌 也是我们棋手牌里面 牌第一的 那接下来是Chong Tong Tong 他是跟注K圈 那这边Wei Xiang 他没有选择加注 他是决定就是跟注的 六万几分牌 也隐藏了他的牌力 那这边Trying Ling 他拿到A-Go童花 Cut-Off Way 也是不错的棋手牌 在前置位两个跟注的情况下 他A-Go这里是有能力 做出一个Squeeze的 那他如果这里做Squeeze 一般玩家们会选择是 直接退All-In 那这边他要考虑的是 比他更短筹码的玩家们 因为我们跟阿同前面说的 就是ICM 也就是每次我们这奖 就是第七名第六名 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差距 Money Jump 那他会觉得选择打得比较谨慎呢 还是会做个Squeeze 就目前他的思考时间来说 他应该在这里会做一个 至少是一个加注 就看看他是否会加注到拳下 那他在看Ben Lam是他下加 筹码是多少 那这样会让他比较做 决定 正确的决定 那这边他说他要做个minimum race 那就意思就是说最小的加注 加注到12万积分牌 我们看见Ben Lam在这边 是John Wei 他选择12万call 这里AA一定是会做一个 隔离 那这位也是我们现在决赛座的chip leader 暂时有690万的筹码 如果我在这里的话 我是会直接做出 我直接会做出一个all in的选项 去抓对手一些 追手一些for不掉的墙牌 全部都是秒气 哦他call了 那这边Ben Lam 他应该是桌上筹码最少的一个玩家 那他也知道中间有很多死的积分牌 就是死前 对因为这个赔率他来说太好了 对对他来说非常好 82万的all in 底池目前来到了189万 那这里我们看见Ben Lam 他有任何勾可以沉顺 Tun上应该会有加强 确实在Tun上有加强 那他现在有多了几个out 哦他现在goal不是他的out 但是确实有10跟9 那不幸没有击中 然后我们看见现在Ben Lam 他是比赛拿到第7名奖金的玩家 也是73万港币 我们这次再强调一遍 其实短牌我们比的是 班前的一个持住比和你对抗对手整个范围的胜率 在这里我们的chip leader代表的范围 是一个标准前8%的范围 那么90欧在面对这个前8%的范围之后 是拥有至少40%的盈率的 而在他已经投入了12万的情况下 他只要补一个后手70多万 去看一个189万的底池 对他来说是非常的正义V 那这边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奖池 第一名会获得460万港币 然后呢我们看见Ben Lam不幸的在第7名出局了 然后奖金是78万 对然后第8名虽然这里没有显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是John Gwanda得到了第8名 那这刚才屏幕上就是我们这次短牌25万买路的奖杯 现在我们chip leader拥有了800万的筹码 那真的是圆圆领先 好像第二位最多筹码是大概400万对吧 应该是不到400万 那这边我们暂时看见有四位玩家跟住进来 然后呢Libbadev他在装加位拿到勾勾 那这边我们暂时看见有四位玩家跟住进来 他选择非常谨慎的过牌 其实GoGo这里是完全是有squeezeall in的能力的 但他更情愿去打一个翻后底池 既然选择过牌 那么相信GoGo在这里没有击中赛的情况下 在这个被盖帽两顶的多人底池面 会选择轻易的放弃 那我们看见这里有三位玩家中了顶队 A6、A10跟另外Trying Link也是中了A6 那这里两位玩家过牌后 Benefield他下住了7万5的几分牌 然后呢 然后呢那个Trying Link马上就A6弃掉了 现在回到我们Trying Link的一位向 那他选择了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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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很大的概率会发生chop的局面 那这边就算我也希望他有顶队 那这边就算我也希望他有顶队 他现在踢脚是很小 这里面对CHIP LEADER强大的球马优势 Benefield不知道该下注多少 好 20万 在48万的底势里面下注20万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注 成功地打走了A6 因为他在这里扮演的不但是一张强A 还有可能是击中了圈 甚至有可能是已经成为葫芦的牌型 短牌是一个近几年新兴的游戏 相对于长牌呢 它的牌力构建是跟长牌有所区别 在君马威100anti的情况下 一般性在湿润的牌面 我们知道铜花是比葫芦更强的 成牌里面是铜花成牌 葫芦成牌是超强的牌力 高顺子成牌和低顺子成牌是强牌力 按三条也是强牌力 明三条是中等牌力 顶两队是中等牌力 在听牌里面组合听牌也算是比较强的牌力 组合听牌指的是任何out大于8张的听牌 顺子听牌和低两队都是中等牌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短牌中 你的flop超队和顶队以及铜花听牌都属于落牌力 所以不要过分游戏在flop的超队 那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三位玩家都跟住进来了 然后呢 Bonnomer他是在庄家位A10 也选择 他选择了加注 加注到30万 那现在Action回到我们的Chipleta 马来西亚的威向 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不会玩这首K-GO 因为目前场上只有他跟Bonnomer是两个深筹码 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去与另一个深筹码对抗 我觉得是非常冒险的 他选择冒险 看来他是对冠军志在必得 如果在这个时候考虑跟深筹码对抗 一旦发生cooler 然后我们看见翻牌且这两手牌是非常接近的 是5049的盈利 那翻牌后我们看见这边威向他是中了顶对 有些玩家在桌上会避开 就是跟筹码声音的玩家打 那这边我们看见威向他会感觉到有可能把第二排名第二的筹码 直接干掉 他就顺利的很容易的可以打下这个比赛冠军 非常的强势 并且他是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 在跟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世界顶级玩家对抗 那这一周我们还会继续看见东方跟西方 听说是西方玩家会占百分之六十吧 六十到六十五 那这边威向他好像是忘记自己是枪口的位 他这里之所以跟住 他这里之所以跟住是因为他觉得他对Bonnomo有位置优势 是他以为他自己是Gilla Button 对所以我才觉得挺奇怪 他为什么会跟一个大筹码选择在不利位置去对抗 对因为他这边翻牌后他在等Bonnomo做动作 但是呢实际上他是先act 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致命的一个信息缺失 但是还好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排力是领先A10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10上来到了一张10选择check 那这张牌出来应该是不会给Bonnomo更多的操作空间了 在这样子一个相对固定的排面 Flop能call他一枪的排力在River应该是不会for给他的第二枪 特别是对手已经check的情况下 那只能checkcheckshowdown 我们的K勾顺利收下底持 那这边我们看这些威向他又增加了他的筹码量 多了68万 Bonnomo 一个翻牌的可能是一个失误 但是也为他赢得了一些筹码 Ben, it's not a bad start to the week Obviously you wanted more but a nice cash to a bit of profit off the first event Yeah, I was in for two buy-in so I won a little bit Tell us about your short stack game You play quite a lot of short stack in Vegas I believe, is that correct? We don't play a lot of short deck in Vegas We play some short deck PLO but short deck no limit I've maybe only played a handful of times in Las Vegas So most of it's been played here at Trident Events This is your second time in Jeju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place? You obviously must like it to some extent to come back Trident puts on great events And wherever they have them 主持人现在在采访我们的比特勒 Central is awe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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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 mean These are high stakes Central is really the only high stakes short deck tournament in the world So it's fun to come in here and gamble And try to win one of these It's a lot of fun And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adapt to short deck? And do you think you've got a long way to go still? Or are you still learning? Definitely still learning I think most people are probably still learning Especially in a tournament And it's kind of a funky game that I don't think anyone has really solved it yet We can see that this is a long game that he is still in a long way to take this one down I don't know I mean Bonomo hasn't lost a tournament in a while So I guess I root for him Yeah He told me he's on a downswing Which for him is I think about four days and two hours Yeah, it's pretty rough life for him Okay Ben, I think you're about to jump into the 500k Yeah, just to make short deck tournament Why not Well thanks for talking to us and we'll catch up with you next time Thank you Ah, 在推华乘我们也提到 Eh...他即将去参加50k Ah...不是50k,是500k 50万港幣買入的第一天的短排比赛 对 Ah, 就是每天都有一个新的比赛 And then,我们今天如果就是这个决赛桌结束之后 应该会马上给大家播放 50万港币买入的短牌 第一天第一轮 稍后为大家带来的 50万港币的短牌赛事 是一个猎人赛 同样也是一个买入 拥有三发子弹 我们回到这里 我们看到17是命中的两队 我们的Chief Leader是真的是 又有技术又有牌 今天真的是 非常的幸运 那现在这边 我们看见有三位玩家 到了合牌 这边Justin Bonomo 他选择下注 然后呢他这边是一对八 把72队成功的炸弧走 因为在这里是 也是一个单张成顺的面 可以看到 在办高额的短牌比赛 然后呢他们对短牌的经验都不多 一般都是只有到川奇扑克 才会打上短牌的比赛 目前短牌的线下比赛还处于发展阶段 那这里我们看一下决赛 那这里我们看一下决赛桌 暂时积分牌 是Way Sean 是Gip Leader 849万 然后呢接着就是Justin Bonomo 339万 然后是马来西亚的Tonton Sean 是233万 Sergei Libidov 200万左右 然后David Benefield 也是200万左右 那我们现在桌上是剩6位玩家 好像是3位华人 3位老外 这里在庄位 我们的冲冲冲拿到了A圈 他选择直接过牌 并没有选择在翻前 做一个激进动作 毕竟他面对的是两个大筹码 他的 behaviour 砸完照 大家就不要 で 做一个主意 饭 全部 谢谢大家